好,我們開始準備要正式進入聖音 大氣跟海洋雖然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可是這兩個系統沒有完全的獨立會彼此互相的影響 然後大氣環流會促使海水運動 海洋跟大氣會不斷交換熱量 然後呢分配我們地球的熱能 然後哗哗哗哗哗影響全球氣候 然後呢基本上生物就會適應某些狀況 可是有時候會發生一些突然的情形 比如說聖音 聖音 一般來講東太明洋的海面氣壓比較高 所以知道盛行東風 來,我後面會再說一次 我這裡要教的事情 原則上你記住地理教的 記住地理教的 記住一些基本的氣象學知你就知道 地理課本有告訴你 譬如在靠太明洋這邊的地形是沙漠 晴朗還是英語 晴朗 高壓還是低壓? 高壓 風要吹出去對不對 所以風就從東邊吹到西邊 所以這裡說盛行東風 然後呢把海水吹走 然後北半球會向右邊偏向先不理它 然後表面的海水吹走之後 底下海水就往上冒 叫做永生流 永生流把營養鹽往上帶 然後就會使這邊的浮游生物長得很好 然後就會有小魚 小魚就會有大魚 就會有海鳥 所以這裡就會有豐富的漁場 豐富的漁場 OK 這樣 所以你們看到右手邊就是高壓 赤道東太明洋高壓 那左手邊就是什麼? 低壓 所以左邊是循環 右邊會下雨 液泥這邊會下雨 所以你看看液泥這邊會下雨 然後這邊高壓下沈氣流 下沈氣流 OK 然後海水的情況 所以剛剛講過了 海水表面被吹走 底下海水往上化會形成所謂的永生流 永生流 所以你看看左手邊的土正常綿 永生流帶來營養鹽 所以有浮游生物 有小魚有大魚然後有海鳥 一副欣欣向榮的樣子 就可以補到很多的漁獲 這是正常年 可是呢 後來每年的聖誕節前後 他會發現 那邊的海溫會突然的增加 海溫增加之後就表示氣壓會怎樣? 下降 氣壓下降之後 東風就會減弱 那麼表面的海水不吹走 就少了永生流 少了永生流 就沒有營養鹽 就沒有浮游生物 就沒有小魚 就沒有大魚 所以漁民就補到魚 所以趁家人在那裡看修修魚網 琥珀網 幹嘛休息 這個現象因為在聖誕節的前後 所以那個聖誕亞文ANNU 就是有男孩跟幼年基督律的學法 中文翻作聖誕現象 照課本的學法是每一年都有聖誕現象 可是呢 每隔一段時間 這個聖誕現象的影響方法會變得更大 就叫做所謂的聖誕年 叫做所謂的聖誕年 兩到七年就換成叫做所謂的聖誕年 叫做所謂聖誕年 到了聖誕年的時候 到了聖誕年的時候 你的東風就會減弱 所以呢 這個本來是應該表面應該是由東往西吹 現在就沒有了 整個環流系統就會改變 然後呢 就造成整個的氣候都會變化 本來應該是東邊會晴朗 西邊會下雨 現在變成東邊會下雨 西邊會晴朗 就吹又晴朗 然後呢 整個這樣都會換過來 所以造成一些影響生態 那這樣 正常年你看看打氣的地方不太紅 表示水溫不太高 聖誕年很紅 表示它溫度很高 海溫就增加了 海溫就增加了 所以這是一個聲音的狀況 它有紅紅的海洋溫度增加 所以整個就變成我們的 本來是高壓的就變成什麼 低壓壓力會下降 本來低壓的會變成高壓 所以整個雨帶會公盈 雨帶整個會公盈 下雨天會公盈 所以本來液泥應該是很多雨水 才變成比較少雨水 本來這邊應該是少雨水 會變成比較多雨水 我們氣候會做一些調整跟改變 這邊有一個聲音現象的影片 把我剛才的話再說一遍 所謂的上平現象 是一種因為太平洋海流 與大氣間的循環異常 所產生的短期氣流變化 正常的動畫是這樣 西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表面溫度高 為低壓帶及上升氣流區 而東太平洋赤道附近 含水表面溫度低 是高壓帶及下降氣流區 沿著赤道低層的氣流 由東往西移動 而高層的氣流 由西往東移動 形成一個所謂的沃克環流 同時在海底也有另一種循環 東太平洋和滅滅外海 表層的海水受到翅膀底層風風吹送 向西太平洋緩緩緩移動 較底層冰了海水則永生補充 整個潘流最後遇到陸地下沉 這樣的循環為澳洲和印尼 從南亞一代帶來豐沛的獎金 而在靠近溫如的東太平洋 因為表層的海水長年維持在第一次 導致溫如沿海缺乏水氣 成為乾旱的沙漠 但科學家關注了 每隔幾年 密入沿海的海水 溫如沙漠 整個循環產生變化 此時沃克環流會減入甚至反向 這就是所謂的聖陰現象 當聖陰發生的時候 赤道的東風變弱 吹送海水的力量減弱 溫暖的海水往東邊蔓延 讓印尼和澳洲一帶的雨量下降 造成乾旱 同時因為吹送寫弱的關係 從海底永生的冰冷海水也會減少 讓密入一帶的海水溫度上升 雨量提高造成洪水 也會造成漁破量的減少 這個現象因為最早由密入的漁民 在耶穌誕辰前信徒發言 引起人就成為聖陰現象 好 給這邊機會再解釋一次聲音的情況 當然會再講一遍 然後考試又問你說 正常年或聲音年 哪邊的氣壓大 哪邊的氣壓小 哪邊會下雨 哪邊會 當然看 你問這些 那你就知道就可以了 OK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聲音現象